另外在台北选情的部分呢 今天是碰上了花博开幕 民进党的台北的这个候选人呢 苏贞昌他也赶来哦 跟太太今天是一起也来看了花博 不过呢看了花博之后马上快闪了 他后来就马上来到自己的 大安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 两个人还真的玩起来了 大安竞选总部成立 苏贞昌抢先感受一下 当小学生的滋味 舍不得吃花生 那来用那个原规钻一个洞 打花生挤进去 一直抹说要挤花生油 主打教育诉求 不只把课桌椅搬来现场 墙壁也成了黑板 画出愿景 这可是苏贞昌女儿熬夜出来的成果 我现在在台北市 设十个超越竞选总部 让你很方便 可以来开杠 可以来对话 我们可以知道你在想什么 便利的就像便利超商 把成立大会办成了演唱会 苏贞昌打一场超越选战 希望11月27号台北市的选民会买单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